第一個類型呢 Understand vocabulary from content 我們就叫字彙題 這個題目真的考最多 好 比方說呢 我們在實題之中 大概會有兩題到三題左右 至少考文章裡面 某一個單字它的意思是什麼 問你說 請問這個字 最適合換成什麼樣的單字的意思 你就要從我們的前後文的詞性 去做判斷 當然本身這個選項 這樣的字彙 它是什麼詞 你要先注意一下 但是呢 我們在這個去找的時候 還是要放回文章中 看它的意思有沒有一致 所以呢 如果我們再用字彙題的話 我們前面後面這樣看完之後 去找它的詞性 相同選 然後呢 意思一定要放回文章裡面 再去看一下 這樣子哦 第17題 The phrase as opposed to in paragraph 1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所以這個片語 as opposed to in paragraph 1 的話呢 像這樣的題目 當然我們如果本身就認識這個片語 我們就知道它是相反 或者是相對嘛 對不對 可是有沒有發現說 in conflict 2 有衝突 instead of 相反 on the other side of 在另外的一邊 away from 遠離 是不是本身都有點否定的意思 所以像碰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套進去題目裡面去看 哪一個答案才是最正確的 所以要套進去看哦 那有時候也會出現 有一個同一個單字 它本身有兩個意思 比方說像board B-O-A-R-D 這個字可以叫板子 是不是也可以叫董事會 也有可能叫食宿吃飯的這一塊 所以呢 其實它有時候會考一些字 它有不一樣的意思 一樣記得放回文章去看 所以我們看看這邊 as opposed to 這個片語呢 它可以換成什麼呢 我們回到文章看一下 你看哦 parasitic plants are plants that survive by using food from the host plant rather than producing their own food 我們今天講寄生植物呢 它是一個怎樣怎樣的食物 它會自己這個去吸收這個寄生主的食物哦 而不是直接從太陽能量來得到食物 因為他們不需要陽光活著哦 寄生植物呢通常都是in shaded areas 它會在一些陰暗的地方 as opposed to areas exposed to direct sunlight 而不是 所以這邊你看看相反於是不是很奇怪 它不是說相反於有直接陽光的地方 而是而不是有陽光照射到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邊的話用as opposed to就是而不是 並不是 所以而不是並不是的話 第一個是衝突 c的話on the other side就分成一並一並是兩邊 那第一答案的away from是叫遠離 這都不對 所以答案選b的instead of就是而不是 是不是這樣答案就會比較好 所以像這個的話我們就是要放進去 因為我們知道說as opposed to是衝突嘛 所以這樣的例子呢 我們就要放回文章去看 實際上在文章裡面怎麼用 這樣我們才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